我们在县利待了5个晚上 每晚我们都努力查攻略 要把特色美食都吃一遍 根据这几晚的餐厅做了一个排名 第五名是莉莉餐厅 排在最后一名并不代表它不好 只是相较于其他家 它的记忆点和特色点比较没那么高 我们现在在莉莉餐厅 这是一个非常local的餐厅 是当地最有名的鱼 由于All Mc Fish是柬埔寨的国菜之一 而且高免料理中最出名的 最特色的地方是名叫Kronon的一款 高免咖喱酱 由青葱 高粱姜 姜黄根 生姜 大蒜 柠檬香草制成 炒好之后再放入香蕉叶 再蒸过才算完成 All Mc Fish简单一句话来形容就是 椰汁味可浓的咖喱鱼 好好吃哦 是软的肉质 软的 是吗 目前没有吃到吃 这就是你会觉得很像 我喜欢吃鲜鱼 或者叫鱼的鱼 这个鱼是好吃的 鱼是好吃的 真的是新鲜的好吃 这个海鲜碰鱼饭 退饭有厉害的 随三点几个 在这里就随时随地可以点水果汁 然后点了一个叫做 这餐厅没有什么特别的装潢和气氛 所以追求价格朴实的吃客 这是个不错的选择 记得只能现金付款 排名第四是 Carmel Grill Carmel是高棉人的意思 翻译就是高棉人的烤肉 就是一个炒肉稍微的方式 所以我们点的是 一个是Grill的意思 一个就是Grill的 并加上 Vesteroid 错过那两个 就是整个是菜墙的 然后 入口的 桌椅这样子 然后旁边有一些特别的一些 还有欧里亚当地有一些 晃语 其实这里就是一个 简单也蛮冷气 就是一个电闪的衣食 然后我刚刚点了一个太阳厂 点了错在 Carmel Nuts 在那个 我刚刚把它打成吃的时候 其实就是 不会做的 其实其实它非常的 就是有特色 如果你是平常喜欢喝 那种巧克力奶 或者是这种花生酱的 偏这些味道的 平常会喜欢它 现在时间晚上六点半 餐厅已经全熟吃完了哦 我们现在在这里的让位了 平常大家如果想吃的话 早一点来吧 现在我们吃的 可以餐吃食材 排名第三是 高棉火锅和烧烤 我们来了两天了 问了这边所有的人 他们都不知道 简是火锅 但这是我们传说中的 我们找到了 火锅和烧烤是同时进行的 上面烤肉 下面是火锅 烤肉的汤汁滴到汤里 火锅汤底越滚越香 如果你认为的火锅 是四川老火锅 或是麻辣火锅的话 你会觉得 简是火锅蛮特别的 但如果你平时是吃 酸菜白肉锅或清汤锅 那么你会觉得 没那么有特色 跟韩式的那种火锅有点像 就是一个铁板 然后上面就放肉这样去烤 然后旁边的汤汁 加水 然后炒就变一个火锅 就是烧烤跟火锅 那么简是火锅它的特色 到底在哪里呢 在酒吧街 有一间叫做 Kembodian BBQ Restaurant 四十种肉组成的拼盘 可以吃平时吃不到的 鲨鱼肉 鳄鸟肉 等等等 这才是简式特色 如果你敢吃的话 第二名是高棉厨房 所有攻略 基本上都有推荐这一家 在酒吧街 是一个很大一间店 菜色非常齐全 可以一次吃完 最具特色的简式料理 背包就是仁寶 脖子 比较好菜啦 anyer争背斗我们饭 点了自己一招菜 比较有特色的 烤饭 中央公 跟大仲犬 大仲犬它 鹼翅的过法 但我们一直吃不出来 它里头到底是包什麼料 总正它就沾酸甜酱 所以你吃起來就是生甘鹹甜的 來這裡我們經驗的就是 鹼漆炒飯 鹹度剛剛好 然後呢它的牛肉也不會太老 然後裡頭還包含了一些玉米粒 紅蘿蔔粒跟青豆 雖然配料非常的簡單 一個蠻讓我們經驗的一道 好再來東英宮 東英宮的話它跟泰式還是有點不一樣 泰式的辣感比較重 顯示它的辣沒那麼辣 而且本來是偏稍微甜一點的味道 所以這個空津菜 其實非常normal 非常normal 很boring 就是我們一般在家裡都可以做得出來的 這間餐廳我覺得是不錯的 如果說滿分是10分 我大概會給它8分左右 OK 謝謝您的點評 我們一致給的第一名是Viros Restaurant 真的是因為氣氛太好了 讓我們印象深刻 在這邊 比較浪漫的餐廳 它在晚上的時候呢 其實非常大的昏暗 但是呢 因為有微風涼涼的吹 然後還有這個 分農的這種燭光 就會感覺到非常的舒服 然後呢 我們剛剛點了 兩顆這些菜 再點了一個竹菜 然後 吃完之後 就要去把這個換你了 All Mark Fish 看看這家餐廳做的All Mark Fish有沒有更厲害 這個是Chicken 它放在一個小小的Boat上面 好可愛喔 Banana色啦 12月31號的晚餐 蛋糕浪漫 燈光不能亮 所以食物基本上都看不到 想用高景感 微風吹拂的浪漫氣氛 那就來吧